绝命读师作为史上评分最高的美剧 里面的角色生动立体 广受欢迎 而其中一位游走在各大势力之间 舌战群儒的律师索尔古德曼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由此衍生出以古德曼为视角的剧集 风骚律师 又名绝命律师 一经推出引爆北美 成为了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剧集 绝命律师延续了读师的原班人马 一开始还只是后者的附属品 然而本作靠着精彩的故事 力挽狂澜 成为比读师均分更高的作品 可谓是清出于澜而胜于澜 所以从本期开始 给大家讲述 明不见经章的风骚小律师吉米 如何一步一步成为大名鼎鼎的黑帮辩护人 索尔古德曼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绝命读师的五年前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时 我们的男主吉米 此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底层律师 开着一辆18艘小破车 租住在美甲店后面一间空置的仓库房里 平时接不到什么业务 只能去法庭里做做公派律师 赚点辛苦费 委托人还都是一些奇葩 比如这几个志气未托的清廉 他们所犯的罪 竟然是对解剖室里的尸体 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吉米也是很痛苦 每次为这些精神小伙辩护 根本就无法胜诉 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呢 好不容易 遇到了一对会计夫妇的咨询 看上去还像正经人 言语中 丈夫会计哥 隐晦的交代了自己 盗用了财政局的150万公款 想逃过法律的制裁 吉米这下是勒开来花 这可是报纸上的大案子 如果能接下还胜诉 自己的事业就能飞黄腾达 一番激情澎湃的自我推销 会计哥是被唬住了 但妻子会计嫂有些犹豫 看着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律师 开个破车 约在餐厅 连个办公室都没有 感觉不太靠谱 还想再看看 到手的肉就这么飞了 吉米很无赖 只能去想想别的办法再争取争取 停车场的保安老麦克 是一个不苟言笑 克尽职守的老头 所有在此停车的人 都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唯独吉米 因为行事散漫不讲规矩 经常跟老麦克 为一两张停车票吵嘴 相信大家都记起来了 此老麦克就是绝命毒失礼 大毒枭 炸鸡叔手上的头号安保队长 不过这个时候的 他还只是一个背井离乡 隐姓埋名的退休老警察而已 回去的路上 吉米还在琢磨着 怎么挽回会计夫妇 一不留神 撞到了街上溜滑板的哼哈耳讲 弟弟小将 像是被撞坏了腿 倒在地上痛苦万分 大将哥哥叫嚷嚷着 要把刚才拍下的视频 作为证据 所要赔偿 然而 他们可能不知道 吉米出道之前 就是专业骗子 这套表演在他眼里 如同儿戏 吉米有个清歌 查克 是当地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 HHM的合伙人 他本人也业界非常知名 只不过呢 查克两年前得了一种怪病 对电磁过敏 不能接触任何带电的设备和电器 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班 现在生活全靠吉米照顾 律所由年轻的合伙人 霍华德全权接管 这个霍华德可不是个善人 在吉米看来 律所是靠着他哥查克的名望 和多连的心血的结晶 现在老哥离职了 霍华德理应赔付一千万的散伙费 但实际上 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送点工资 把查克当作是带薪休假 搞得吉米很多时候 还要自己掏钱补贴查克 两人大吵一架 不仅如此 甚至还在他们的律所 看到了正在咨询的会计夫妇 显然他们更愿意相信大律所 放弃了吉米 眼看自己最后的希望 就这么溜到了仇家手里 吉米恨啊 下定决心要把人给夺回来 第二天 吉米找到了昨天的小骗子 哼哈二将 想搞点合作 他磨清楚了会计夫妇的行动轨迹 打算下次在会计嫂开车出门的时候 派哼哈二将撞上去 面对车祸 会计嫂肯定会不知所措 自己呢 再假装路过 帮他化解危机 对方一定会对自己的能力刮目相看 新村感激的聘请自己当律师 想法很美好 但实时起来 吉米却高估了哼哈二将的智商 前一天 明明让两人记住了车型车牌 结果这俩二哈还是认错了人 撞上去以后 车主竟然直接逃逸了 哼哈二将以为这次捞了个大雨 肇事逃逸赔的更多啊 一路追着车 来到一个安静的小区 没想到 从车上下来一个墨西哥老奶奶 两人把他误以为是会计嫂 死缠烂打的索药赔偿 没想到老奶奶还有一个孙子在家里 看过毒师的小伙伴肯定认出来了 他就是那个无法自控残暴至极的毒贩头子 屠夫 屠夫虽然暴躁 但是在奶奶的面前 还是非常低调和孝顺 看着最亲近的人被辱骂 这怎么能忍呢 没过多久 吉米也追到了这里 打开门 惊喜送上老门 看到地上的血迹 顿时明白了哼哈二将的遭遇 赶紧向屠夫卑微的求饶 一俩二哈不懂事 唠个大误会为由 为其开拖 屠夫为了奶奶也算是忍住了 如果在家里杀人 血迹和尸体不好处理 是吧 正准备让吉米带着两个人赶紧滚 大将嘴巴已有空当 赶紧甩锅 大喊这一切是吉米策划的阴谋 这下完了 三个人都走不了 被带到了野外 原来屠夫以为他们就是卧底 拿着刀逼问身份 吉米慌了 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坦白了 但是屠夫根本不信 爷要听的是阴谋 好在屠夫有个手下 叫辣乔 算是他的智郎 看上去比较理智 辣乔提醒屠夫 如果这家伙真的是警察 怎么会雇佣那两个蠢货当助手呢 这话倒是一语惊喜梦中人 确实第一次见这么蠢的助手 也不知道为何 辣乔似乎很想保住吉米的性命 接着劝说屠夫 杀死一个律师 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 毕竟他们也是法律工作者是吧 以后没准还有用得上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这个律师从头到尾都很尊敬他 没有理由杀他 该杀的是哼哈二将 屠夫觉得很有道理 辱骂奶奶的是哼哈二将 把这俩人做了就行了 哎 吉米算是被放了 但是看到两个帮手的惨状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这个事啊 因他而起 为了救人 吉米使出了律师的传统艺人 先吹一波屠夫的彩虹屁 接着又给屠夫架到一个公平公正的领袖人物层面 你身为万人之上的黑帮老大 一定要做到公正 以罪量刑 大家才能打心底彻底的尊重你 屠夫渐渐被吉米说动了 特别是这个以罪量刑 让屠夫享受了一次做法官的滋味 最终 哼哈二将被各废一条腿 保住了细米 吉米的业务没争取到 还搭进去医药费 也是没有办法 回去之后 吉米只能继续当公派律师 安分守己了一段时间 本以为和屠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回归了曾经生活的轨道上 可麻烦却又主动找上门来 原来当初那乔帮吉米 可不是什么善心大发 而是对那个有150万美元的夫妻产生了兴趣 只要吉米套出钱的位置 由那乔负责去抢劫 事成之后可以给他十分之一的介绍费 不过吉米当场就拒绝了他 一来他也不知道夫妻把钱藏在哪 二来自己年轻的时候 虽然偶尔搞搞诈骗碰碰词 但是自从他考上律师证 宣誓就职 这刑事案件是万万不可以参与的 这是底线 现在会计夫妇的案子 全权交给了哥哥律所的另一个律师 她就是我们的女主金 几年前吉米还在哥哥律师的收发室里打打杂 就认识了实习的女主 要不是女主的鼓励 吉米还不一定有勇气上夜校考到律师证 两人一路走来 感情很深 相互有好感 又没有拆破 每当对方有烦心事 都会在停车场黑暗的角落里 默默的一起缩烟 所以吉米明白辣乔要对会计夫妇动手的时候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女主 旁敲侧击的暗示她 你说这两口子这么多钱 会不会被呛啊之类的 女主不明所以 不断的寻根问底 吉米呢 也不敢说的太明白 怕辣乔知道是自己告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只好挂了电话 当夜辗转蓝棉 会计夫妇盗用了赃款 这不无辜 但是误伤了他们家两个孩子 那可是大事啊 没办法 只能跑到公共电话亭 捏着嗓子向会计夫妇 发出了警告 这边的两口子以为是恶作剧 也就没当真儿 但是往窗外一看 还真的发现一辆陌生的货车 在监视着他们 第二天 邻居就发现这家人失踪了 房屋被洗劫一空 这下吉米慌了 怕会计夫妇把自己供出来 赶紧找个街角打电话给拉乔 反驳一下 然而无数个电话 却没有一个回复 此时两个凶神恶煞的壮汉 冲着自己缓缓的走来 竟然是两个警察 这才知道 那乔被抓到橘子里去了 原来呀 有细心的邻居 也发现了附近有陌生车辆 蹲守了好几天 这就系下了车牌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 第一时间就抓到了那乔 没想到他点名要吉米 做自己的律师 如此一来 两人在沈渔市 也算是见面了 吉米劝他赶紧放人 咱们争取宽大处理 可是那乔却却告诉他 自己压根就没有动手 怀疑吉米把这个计划 卖给了其他黑帮 绑走了这批人 不然这个计划谁能知道 另外 警方在他车里发现了血迹 这是哼汗二将的 如果他被牵连进来 你也保不住 最后对吉米下了最后通牒 明天之前 必须把我弄出去 这下吉米真的急了 赶紧拉着女主和警察 去会计夫妇家里 看看现场 说来也奇怪 会计夫妇家的女孩 最喜欢的洋娃娃 怎么一夜不见了 如果是被突然的绑架 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 孩子都吓懵了 来也时间去拉洋娃娃呢 难道说这家人 是自导自演的绑架 然而警察 直截了当的就否定了 根据夫妇两人的 消费出行记录 车也没开过 机票没买过 在遍布沙漠的 二不开客室 他们不信逃亡就是死啊 焦头烂额之际 出门又遇到了 停车场的老迈克 因为上次逃票跑了 老迈克索性 不让他再进场了 烦躁的吉米人 无可忍 抡起胳膊 就要教训老迈克 然后就被一招制服 纳乔还没出来 吉米自己还搭进去了 警方想了一个主意 想以起诉做筹码 要挟吉米 套出纳乔的罪证 然而吉米态度坚决 独定的认为 会计夫妇就是 自导自演携款逃走 这个事呢 被老迈克 一无一时的听进耳朵里 他决定了 不起诉吉米 原来呀 他当了多年的警察 这个案子以前也遇到过 当时一个在赌城的庄家 挟款跑路 所有人都以为 他逃出了国外 结果发现那人 就在附近一个出租房 躲了半年 所以他相信吉米的推论 查查会计夫妇 住宅周边的场所 也许能找到人 这番话 给了吉米巨大的信心 来到这对夫妻家 发现后面院子 有个缺口 那边方向 是一大片的树林 顺着树林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竟然听到了 会计夫妇一家 欢声笑语的声音 以上就是绝命律师 第一季 一到三集的故事 在这一集里 可以看出来 虽然吉米为了生计 还是会耍点花招 手段 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非常的坚定 从这里开始 吉米和老麦克 开始熟悉起来 老麦克这件事上 帮助了吉米 之后也为吉米 帮老麦克 埋下伏笔 两人的关系 也会逐渐的升温 一个油嘴滑舌 不正经的自由律师 一个身上埋着案子的 退役警察 两个人接下来 会发生哪些事呢 会计夫妇手上的 150万旧款 会留到谁手上 如果想知道答案 还想看后续的故事 就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 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 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再一个扫描它 再一个扫描它 再一个扫描它